有人问 上面以来一直在提到 波尔波罗密圣声的音缘 现在为什么又在重说圣声呢 论主回答 处处说圣声 它其实可以有多重的利益 而一般的凡夫不知道 误以为怎么又在重说波尔圣声 下面举个辟语 譬如 一位大国王 他未有嫡子 嫡子是正妻所生的孩子 好久好久都等不到嫡子 他就求神明保佑 经过多年 一直没办法如愿 那有一次国王外出 那他的夫人 就生了一个男孩 那这有识者 就赶着去报告国王 说大夫人 他生了一个男孩 就国王他很欢喜 可是并没有回答 结果这个识者很着急 连续说了十次 那最后挤了 说了十次 怎么国王都没有反应 他就请问王 我刚刚所说的 说大夫人生下男孩 难道国王你都没有听到吗 国王说我是听到了 但是因为等太久了 这个愿才达成 内心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热闻不已 就是希望再多听几次 那这个国王 那这个国王就请惯例 赏赐这个识者 百万两金 一句话十万两 那十句百万两 这个很值钱 多说几句就赚更多 那国王听闻识者的言语 言语中有利益 并不是重说 不知的人 不以为这是重复 其实不是